各位早安,今天是星期21月23日 歡迎你收看《時事全方位》 今早有尹祥,尹志強和彭靖 一起為你主持節目的 尹Sir,你好 你好 一個星期見你一次 我們繼續要說你最擅長 別這麼說 還有最明白 最了解的話題是說樓宇 這是我們全香港市民都很擅長 是,你應該開心吧 政府出了這些措施後 你覺得這次政府真的有決心 去解決那個炒方的問題 可以這樣說,是的 我們這個真特首政府 終於如夢初醒 以前所做的甚麼招呼 多少招呼是沒用的 現在真真正正是見真功夫 真的可以讓炒家當頭棒渴 有種警惕,總是最重要的 今天只有25% 是 可能再加,這下就令人害怕 這樣,你殺炒家 你是打勻炒家,但你殺了用家 是否太重 因為看到那些十大屋苑的成交 中所已立即立即立即 地產界發聲 八成對炒家有影響 我覺得對用家來說是好事 沒有那些炒家幫你推波助瀾 不是提供你買 價錢不應該這麼貴 為何不好 當然,地產界會發聲 當然會發聲 對,殺出良民,對吧 你先考慮一下 那是對的 地產界是良民的話,那是殺錯的 但問題是我們… 我們不是說它不是良民 不過是一個問題 這樣也會賺這麼久 會大漲小回,可以嗎 我不知道 你有保鏢,對吧 我是傻子,我在香港也不做 對,所以你有碗畫碗、有碟畫條 就是了 這樣的措施真的有影響到哪裡 因為事關對於… 例如首當其衝 當然是前線地產代理 他們應對的方法又如何 或者現在身處的環境又如何 接下來的措施會否打擊炒風 就是在住宅 會否轉戰到公商店 待會我們請來多位嘉賓 跟大家一起聊天 包括有英國王家特 許七糧師學會 訪天宅主席的主席謝建華 還有長頂地產代理 任業島市盤家欣 跟大家一起聊天 133、298 我們熱線開放 不如你打電話來 也跟我們一起聊天 政府打擊炒風措施 力度是我們足夠的 現在可以立即打電話來 133、298 對,跟我們一起聊天 對,聽我們的意見,聽清楚 但真的聽不清楚 那怎麼辦呢,尹長 再說… 再聽不到的話,助聽器吧 助聽器,對 當然,如果聽覺有需要 當然會帶這個助聽器 但如果帶了也聽不到 甚至聽覺方面 有需要帶這個助聽器 但也不帶 問題究竟在哪裡 為甚麼… 可能幫不了我的手,對吧 對,會否選擇… 可能是不能選擇 所以就因為用了一個 不對的助聽器 聽了聽是聽不清楚 只聽到這扎音 為甚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最近這個關注聽障學生權益會 我剛剛做了一個調查 跟我們一會兒說說這個情況 究竟原因在哪裡 就是10點半的時間 我們的客席主持閒爹陳遠閒 會聯同關注聽障學生權益會的主席 莫美琳和大家一起聊聊 不過這個時間相信大家都聽得清楚 183218打來就跟我們一起聊聊 政府打擊炒樓措施的力度 究竟是否足夠 會否過大或不夠 183218 歡迎你打電話來和我們一起聊聊 這次會否大力了 你覺得15% 半年如果是賣將間扭轉讓的話 都挺厲害的 這個附加稅 如果你真的要打擊炒樓來說 尤其是短期摩貨炒樓的話 我覺得力度是對的 否則沒有阻礙作用 你想想半年內你賺到 要再加15%的印花稅 就是很大的打擊 你想想 你要多少才能掌握這個數字 本身已經有5-6%的花稅 再加15%的印花稅 換價的樓價升20% 你才打和 這樣就已經可以打擊短線炒樓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你覺得是合理的 是的 你預計這些措施的成效 可以有效多久 其實政府應該明白 為何可以炒樓 就是供求失平 再加上錢太多 所以錢沒有路去 那些人被迫 就沒理由放在籠底裡發霉 那當然是用來產生利益 所以如果你說真真正正想把樓價降溫的話 除了用打擊這個方法之外 其實就在根本的供求問題裏面 供應方面是做多一些 還有我們經常覺得 我們是不反對有錢人 或者投機炒賣人的賺錢沒問題的 但最重要你是要明白到 我們小市民是上不了車 我們買不到我們自己的樓 我們希望政府復建居屋 但很有趣 我們鄭局長就說 雖然大家都這樣說 但我們普遍都不用這條方法 所以整個自心安還是… 自安心… 自傷心 這就是不知所謂 這些事情有很多漏洞 還有軟水救不到近火 所以很多事情我就看看 政府這項打擊之後 究竟他又沒有這麼的魄力 敢跟我們那群地產大哥說不 要不要讓他們再逼我們 又說縮手不做事 希望政府為我們的權益打關 是的 不過這樣就真的是 地產商的地產代理 以及地產界立法會議員 昨天都出了聲 都覺得政府這樣的做法 這個叫打擊樓市炒風的措施 似乎力度太大 會有殺錯良民的現象出現 究竟這個情況是怎樣 不如我又請我們的嘉賓 又跟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 好嗎?來到現場了 包括有英國王家特 許七糧師學會 房屋專責小組的主席 就是建華 以及長億地產代理營業董事 盤家欣和大家一起談談 早安兩位 早安… 即時交投量已經跌了很多 怎樣? 不用跌 真的不用吃了 我很同意阿韻老師說的 彭小姐說得很適合 事實上近期的成交宣布後大跌 起碼沒有了五成生意 地產代理現在都在適應 政府最近的政策 而且在業主和客戶方面 對他們都很大影響 有些業主因為這樣而不放盤 或者可能價格調高 有試見過 但最主要是有些會封盤 不賣 而導致了買家 其實可能有些位置就是 可能少了盤去選擇 都有這個問題出現 Jeky 越有陰情緣缺 當然是這樣的 做生意當然有時好時壞 我們做生意不是做一個月一年嗎 好像你們經常都是這樣 口號都是不斷地改進的 最主要是我們真的察覺到 樓價飆升得太厲害 是不健康 是令到真正的買家 是買不到應該得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 我們的立場就覺得 好像殺錯了良民 這我很認同 他如果假設是要結束炒風的話 他應該是做一些政策 是給炒樓那班人 不是上車那班人 現在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可能是供求量少了的話 變相其實買家還減少了盤 因為他好像剛才說 有些地產代理 可能他們已經統一 叫業主去給離任費 變相成本去了哪裡呢 不是一樣轉嫁了到樓價 轉嫁到樓價到 你變相那些客人就一樣買貴樓 即是已經沒有樓選 選得盤少了 因為很多業主想封盤 現在還要選貴了 你變相 這是持久戰的 你業主說將這個15% 或者是10% 或者5%的附加印花稅 是要買家來給的話 你經常都覺得 你問主席就知道 那個市場就是看看你誰強 如果是買家的市場 我問就是買家的市場 都是一個需求問題 這個需求問題而已 我有一點想覺得 就是說Jacky剛才說的 其實對於真正第一次置業 有需要上車那幫人士 我覺得其實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你現在樓價實在是超高 非常時期 好像蔡爺爺所說 明白 這個時候入市 是一個明智的決定 其實我們說的是一個居住 可以先考慮租 現在的樓價飆升這麼高 連帶的租金都高了 所以這次這個政策 我們學會覺得 其實大原則 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我們又不是這麼贊成政府 這麼多干預市場 但是這次 這個非常時機 好像看到一些數據說 連這些中下價樓 是一兩百萬的 我真真正正有些例子就是 我的親戚朋友 去年買了一個單位 一成三九五 大概是一百六十萬左右 今天升到多少錢 Jacky 你說 如果現在升到三成四成 二百多萬 這三三次 三成四成 谢谢大家